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天天不亮时采下的 在口里寒过的 你说没钱 谁信 住店时候的那交恨劲哪去啦 不行 我们有钱 我得要一间房 现在想走 没门 出家的 你帮我说说 我有急事 早知道是他们开的店我就不进来了 我是跑堂的 闲款也挂不着 你 你们欺负人 一壶茶要那么多钱 要不是测测的让我进来 我才不进来呢 小桃红算了 让他记住以后出门 别太焦横就行了 没钱记上吧 这样挺好 这样挺好 我问你 测测的让你进来干嘛 他说 等会有人进来要买我这包东西 好好的东西干嘛要卖呢 我们一家疯了难了 小姐吃饭都难了 自己绣活 一针一线 一时一刻得来的 要不是吃不上了 谁舍得卖 测测的真是脸香蜥蜴啊 把东西拿来我看看行吗 这么好的东西 让你卖给谁呀 测测的说 在茶馆等上一会儿 就有人前来买 买啥的 怎么没人应客呢 此事品茶之处 卖这个字不雅 什么雅不雅的 我就要说 有人卖东西吗 不会是你吧 大小姐的东西 过不下去了 找我呀 怎么卖起东西来了嘛 慢说为了食运了 就不为食运我也要买 钱拿走 东西留下 穷死饿死也不卖给你 看在未来祖福的份上 我不跟你动号 想把东西拿走 没门 怎么又不卖了 就是他要霸证我们家小姐 幸福的 天没走到边呢 我现在和你没关系 我看你敢 景德镇的戏词 您摔 您随便摔 这点银子正好够这支碗钱 把东西拿来 慢 这位先生 你来晚了一步 东西我已经买下了 钱付的比你还要多 佟儿 回家 为你家小姐好 法医 送客 客送你吧 谁卖东西呢 都买完了 都走吧 谁买了 赢我 走 走 走吧 咱们爷还真拉买卖 说这是茶馆 喝啥都没有 改救货场对了 早知道该开个当铺 感情 你们爷呀 看给什么人拉买卖了 话又说回来了 这活还真不错 先生 怎么样 大难临头了 东西没买着 晚了一步 被富三山买了 他也晚了一步 这怎么讲 开茶馆的老板娘给买去了 不爱 只要有人买就好了 先生 你说是他们好还是我好 都好 没事 你没事 只要有人买了就化解了 你还买了不少吃似的 里园外这两天胃口开了 我是变着方的哄的吃东西 管了半辈子牢 还没这么当过牢头的 心有所愿吗 不敢 先生 我家这血光之灾 什么时候能过去 没多少天了 好自为之 我明天再来 三爷 三爷 二爷让您来一趟 你们俩玩吧 别打仗 我要玩 我去一趟 我也要玩 我也要玩 好好好 兄弟 你看这两天气色好多了 来 哥 其实我这趟原本是回来想劝劝你的 这好日子不能没了边 这人一辈子就是这样 你说啥叫见世面 该穿的穿该吃的吃 这龙门能跳 狗洞也能钻 这就叫世面 你看看合适 真合适 哥 你听我说 我听着呢 那天我回家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祭祖那天我也在 我早就知道了 你一走下人他就跟我说了 要不我们怎么比你回来都早呢 哥 你坐 坐 我看那个县官叫万一泉的 人不错 懂理会办事 这哭的比您还凶的 我这心思也就变了 兄弟 你说 你说 兄弟我啊 好歹也是万岁爷的贴身 在万岁爷身边待了23年 这23年是一天一天数着过来的 这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是啊 该不该把自己的家弄得像样点呢 该 说到哪都该 就是万岁爷他也该心疼我 所以这事我也就想通了 兄弟 这是常理 这两天我心也定了 不管这家是地方上孝敬我的 还是万岁爷心疼我的 我都领下了 我这心里不亏 这真要是欠了地方上的情 我会补上他 要是欠了万岁爷的情 我三得子当牛做马 尽忠就是了 看着你们好 我干着也起劲 兄弟 你这话说到哥哥的心里去了 就该如此 是 哥 爹 带我们出去玩吧 就是出去玩吧 就来 我说两句话 哥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 别坦张扬 心里不亏 去 我领他们出去玩去 去吧 去吧 来 走 去吧 来 跟你爹一起玩个斗鸡怎么样 来 金刚家的主意真不错 你小心点 好小子 起来 起来 再来 这家里人就是家里人 家里人哪能看着家里人好生气的 在外多年了 家 不是能把什么都烫平了吗 行了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福这个字对百姓怎么讲 就是有吃有喝能安居乐业 何家团圆 当今圣上曾明示过 民为邦本 必使家给人族安乐业 方能称太平之志 话听着有理吗 极为有理 好 你说有理 那在你六年的任上 可曾以此讯作为官之本 句句民客在心 那为什么参与的咒责近期不断 奏折是奏折 政绩是盛绩 妄大人明察 还有 宫内大总管三公公夹在河间 为其花费也在所难免 妄大人明察 大胆 你跟我提三公公做什么 我此次前来是圣上钦点的巡抚 三公公 三公公他不会连巡抚的账都不买吧 他不买我的账可以 他不能不买圣上的账 再说了 真要有事 三公公就能帮得上你的忙吗 我看恐怕未必吧 何见信 我看你不单是官做的糊涂 做人才也糊涂了呢 巡抚大人 下官有话要说 你不认识我 掌 这 退下 这 何见见 你在 你这是 是 巡抚大人 下官六年认上所有行径 下官心知肚明 六年下来 对个人上司多有感激之情 现虽有奏本参奏 但下官以为有龙大人在 有三公公在 是不治有难 龙大人 下官不过是您手中的巧 您要想掐死他 手上也不免有血 您 你起来吧 谢大人 本官的话一定要说到 你也不必往心里去 是吗 当然是可有可无 有有有的道理 无也有无的道理 何见见 方才你的笔法不大恰当吧 你不是我手中的巧 这些奏折才是我手中的巧 我可以攥住他不放 我也可以张手叫他飞 你走吧 下不为例 谢大人看得起我 慢 还有一事当嘱咐你 以前你我来往那些信件 大人放心 烧了 假官尊主都烧了 一封也没留 送客 告辞 箱子我一打开 再看他见到那些银子 嗓子就被那银子给堵了 身也小了 气也短了 小心点 这可是他的命 有他的命 就有咱们的命 我还以为他有多硬气 末了他还不是偷偷的问我 东西可烧了 烧 我能把命给烧了吗 不到时候我不给他看 不是说官官相户吗 不错 有官官相户的时候也有官官相戚的日子 万一全能六年不讨 一靠官官相户 二也靠官官相戚 我官小 我不戚他 他且我 要不这人怎么想着方的把官做大了 东西在这了 你想个地方收起来 您收吧 我出去 为什么 老爷容我明说 老爷这事您一人知道最好 多一人知道 免您疑心 怎么着 连你也防我一手 奴婢怎敢 奴婢想 此事与您太过关键 万一有差错 奴婢不想太沾干系 你还是防我一手 你就不怕吗 知道多了更怕 不知道心境 为什么 老爷 我说出来您别不高兴 您为人处事 奴婢猜度了多年 也不知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好 好 好 那我这个人 不是做得太没有意思了吗 正是 你竟然也觉得本官没有意思了 你竟然也跟本官论起真假来了 你为什么不哭 你哭 不哭 你们今天可好啊 好 你们可有什么新鲜事 没有 没有 你们今天可曾开张啊 开了 你们 你们好像不高兴了 谢万岁爷 您看出来了 还真是不高兴 小桃红 去给万岁爷收拾饭 万岁爷 吃完饭咱再说吧 别别别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还哪吃得下饭去 先说吧 万岁爷 咱们这次到河间干什么来了 没什么正事 看看 听听 想想 不像 万岁爷 我插一句嘴 原以为您到河间来 是为了三得子家的事来的 可是到这这么多天 三得子去哪了 您连问都不问 要是不为这件事来的 那为什么事 说出来我们能帮就帮上了 如果帮不了忙 我们还帮不了闲吗 万岁爷 是我直说 以前每次出门心里有谱 可这次出来 几次三番的想问您干什么 您总是躲躲闪闪 早知这样 您还带我们出来干嘛 你们不是一直在帮我吗 给我茶喝 给我饭吃 还帮您买这个 原以为您是为大姨大货的大案子而来 如果只为了这些小事 还不如 这针脚可真不赖 一飞 你看看这样式 比宫里绣装的活还好 万岁爷 您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 从南书房夜晚的民间疾苦之声 到路上有人赠袍 再到今天买了这些绣品 万岁爷 您的行径不像是一个九五之尊 一国之君 那像什么 最多像个摆摊厕字 多愁善感的术士 义飞 真饿了 吃饭吧 您不是在看绣女的绣品吗 这东西才能当饭吃吗 这你也知道 别着急 饭还没做呢 我罚了 先上楼了 他生气了 不知道 法印 你也生气了 不知道 这时候朕就想一个人 想三得子 要是他在 朕能受这么大委屈吗 所以您对常人是一礼 对县位之人又是一礼 万四爷 您怎么眼看着手下人仗势欺人 容恶贪赃而不顾 法印 万四爷 您坐吧 我也上楼礼佛去了 你们知道朕的苦衷吗 这是三得子的事 朕总不能一点面子都不给 开门开门开门 我们老爷给你送聘礼来了 哪有到晚上送聘礼的 我们不收 不收 抬着了 不收也得收 小姐 快准备准备 要不今儿晚上躲不过这场难了 快点 快点 没人应 咱们还送什么礼 抢了 霸王拉硬工完了 你懂什么 这是礼府的小姐 你以为是山叶葱姑吗 我富三山平日不太讲性情 但此次一定要讲性情的了 下去 来 晚秋小姐 没下着您吧 小生三山 今夜突发琴响 正是月圆之夜 帅自家兄弟特来给你下聘了 您可听见 你怎么还不动啊 小姐 快走 快啊小姐 红儿 你别拉我 我有话说 哪还来得及说话呀 快快走 红儿 我实在不想躲 倘若我不在 你能照顾好老爷吗 小姐 别添乱了 人活在世上就是这样 不到万般无奈处 什么退路也别想救的赢着事上 快走啊 童儿 快啊 快啊 快走 走这边快 还写人一个字叫我不可有心 这样的处境容不可有心 都这会儿了 你还想那个字 快走后面 都能挂起那泄风来 一朵鲜花也伤开 后生娘子你莫要笑 多少事情叫你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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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开门 这能难度咱们爷们儿吗 难度不 那怎么着 快走啊 爷 请你让一让 瞧我的 爷 你瞧 走 走 里边 慢点 小姐 小姐 咱一会儿咬牙一闭眼 就往下跳啊 跳 小姐 小姐你怎么了 我脚 来我扶你 咱们去哪儿 是啊 咱去哪儿啊 天狱绝我了 快别说了 快这边走小姐 快 晚秋小姐 晚秋小姐 傅三山特来拜见 你抢 你抢 晚秋小姐 傅生这乡有礼了 跑了 快跑了 快跑 快跑 后人查看 小姐 走啊 童儿 我不行了 你先走吧 我不死 她是不肯罢休的 小姐 你可千万不能送妻 平时你怎么说的 不正无惧 走 快走 快点 爷 今天晚上要是抓住了 我们就给你原访 你请我们废话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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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归生气 生气也没有 小头红 饭热了 给爷端去吧 法医 咱们什么也别想 什么也别问了 咱们就当是真合奸 开茶馆来了 独物如见人 平时就美 也只有那样的手 那般的眼神 才能有这样的针脚 这样的涂鸭 好东西 足可谓永夜之思 是寻育臣抛何处 闲唤湘云在哪边 关张了 喝茶明日 叫人雅兴 快开门 开门 我是童儿 白天来过 求您了 童儿 等着 等着 这头 这么晚 小姐来了 无奈之人 深夜打扰多有冒附 别这么说 无论何时 欢迎致志 你们先别客气了 小姐进去吧 进去吧 可字的 关门啊 好好好 怎么说来就来了 主子 我下去 别 她们说她们的 咱看咱的 来 先生在上 小女晚求这箱有礼了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小姐光临蓬毙生辉 尽管把她当成自己家一样 来 坐 这人生无常 危难时得人相助 恩重于山 话说重了 不瞒小姐说 刚才我还在读小姐的秀品 精妙 精妙得很 谁想到 转瞬间这人就到了 小姐说的对 人生无常 这相逢相识 亦无常 主子 你听算不算 怎么比书上写的还巧 我才不生气 不过我想了 这也不怪咱爷 哪有大半夜就投上门来的 这卖个东西送个礼什么的 我还能忍 这 这我就真有点不能忍 茶馆里还有人 不爱的 他们已经歇息了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茶馆里的人呢 这 哎 你不是个厕制的吗 咱们也跑到茶馆里来了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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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你来了 那你们赶快躲一躲 不行 你先把楼上人叫来见个礼吧 省得待会误会 哎呀 没什么误会 哪有什么误会啊 快躲一躲 别 你不怕 我们小姐还怕呢 主子 这丫鬟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我也说不清了 此当是看场楼台会吧 快快 快 快走 快走 开门 开门 开门哪 开门 开门 别跑 快开门 谁啊 不在谁 关门了 有事明天说 等不到明天了 要么开门 要么破门 你们别怕 我给他们支走了 先躺下 你可千万别让他们进来 放心吧 有我在 你就当是有天在 快开门 快点开门 走 快去 开门 快开门 来了 主子 咱们别动 要改武器了 咱看看 看来爷我今天是要连过两关了 大头 放门 走 弟兄们 上 走 什么事 半夜三更惊动这么多人 测字的 正是 你算出来今夜你要出事吗 没有 我算你今夜必定是空手而归 怎么讲 问问你自己 你不说这话倒霸 既然你说了这话 我今天是打是杀 也要让和监府不得安宁 你一个小小的宋旨 这样翻云覆雨 我告你一句话你给我记好了 天道昭昭 多行不义 必自毙 爷 咱们跟他废什么话 打进去喝茶去 弟兄们 走 走 走 快去 爹老板 爹老板 您还没歇息 这一晚上又是楼台会又是闹灯粥的怎么睡 怎么着 要喝夜茶吗 夜 怎么着 谁有闲心喝茶 找人 找什么人 李家小姐 什么李家小姐 王家小姐的 我们这可没有 不信 进去看看 让你们看看 是 烫死我了 别挤 这水还没开 待会我给你沏茶 喝吗 不喝 打死我了 看清楚了吗 有吗 没有 爸印 您怎么不接着点 这可是咱们做槟榔包的生石灰 迷了盐可不得了 打死我了 大头 找着没有 没有 哪有人 只有鬼 想看你们 是吗 我倒从来没有高看过你 怎么 自己不进去看 我在一时 后会有期 恕不远错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还没睡呢 等你 你睡你睡 我没什么 这白天竟跟小金小鸣玩了 没顾上跟你说上哪句话 原以为你还没睡呢 你睡睡吧 那你也上来吧 不 那什么 你要不困 我在这儿坐会儿 一会儿 那 那我也起来吧 不用 你躺着吧 躺着一样说话 一样说话 你还是嫌弃我 没有 没有的事 不是你的事 不是你的事 是我 是我 这宫里啊 实话说 这宫里啊 也有这老公出气后 成 成家的 那是圣上恩典 那你知道那什么 那就是一家子 我乐意 我家穷 三岁四爹 四岁四娘 小小年纪被人卖来卖去 丫头子当过 卖唱的当过 药番的也当过 我一辈子什么也不求了 有口饱饭吃 有个安稳日子过 就是遭丧的父母在天之灵 抱佑我了 别的还想什么呢 身边再有个小金小银 我什么也不想 如果上天有眼 你才不嫌弃我们 那我们可不是付上家福了吗 你说的那些事 今生不要再想了 别 你别那么说 好好的人别叫我给毁了 我还打算回宫里去伺候万岁爷呢 怕你们空等了我 等多少年也不嫌常 没见着你时 以为你有多大的架子呢 见了你却 觉得 却是寻常人一个 说了 你可别不爱听 比寻常人还寻常呢 这么大份家业是你挣的 可是你的架子 连二爷秦管家都不如 秦管家 早晚我得辞了他 不为别的 推赵严 来吧 上床坐会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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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没那意思 我要是不上来吧 我怕你又是以为我嫌弃你了 爹 我要尿尿 我要尿尿 好 你躺着吧 我来 好嘞 过来 来 我背着你 来 脚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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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过来 我再抱着你 去吧 他们俩可真会挑手 也得 好 好 你看 忙活了这一宿 到现在才想起来还没有吃饭呢 这肚子都有点饿了 晚秋小姐 你也饿了吧 他们该吃饭了 小桃红 先弄点吃的了 你们想吃什么也弄一点吧 咱喝酒去吧 不可再麻烦了 今夜多亏四位搭酒逃过此难以感恩不敬 就此告辞 童儿 感谢几位恩人 小姐 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 就是 我说不必着急 再说了 这外面还没安定 一定要走 童儿 咱们已经连累众位了 走吧 各位告辞了 慢 慢 你们别走 你们要走了 怎么对得起 对得起这一夜的折腾呢 对 这姨 姨老板 我知道是姨老板 姨老板说的对 此话怎讲 你想啊 我们费了心思把你藏起来躲过了 你这么随意的说走就走了 那不是对不住我们的一番苦心吗 那是 那就不用走了 再说了 你要是走了 我们也不得安生 是啊 我们还得惦着呢 小桃红 该歇息的安排歇息了 该吃饭的吃饭 我先上去 好 那好 你们也上楼歇着吧 我呀 在楼下吃点饭 吃完了饭 我在大堂里救回一宿 我一个人守门 这样最好 童儿 扶你家小姐上楼休息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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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ろ ест 你干嘛 我出去 等您查好了我再进来 我说你怎么老背着我 哪是我背着您 是您背着我吗 站住 你怕什么 谁呀你 我怕还是您怕 就这么一座官崖 就这么几间屋子 您藏的东西都在这几间屋子里 您是怕官来还是怕贼来 还是怕别的什么 我当然有所怕了 那您是怕官来 就算是吧 那在这一两间屋子里藏的东西有什么用 贼是暗的 他一时半时许找不出来 可官是明的 他难道还抄不出来吗 藏与不藏 又何两样 我出去了 等等 说的 说的倒也在理了 我天天在这屋子里藏来挪去的管什么用 你也别走了 我也不藏了 这小东西 你没当官 你要是当了官 必定比我还坏 好 三得子 朕要喝茶了 好 这茶呀 一喝就知道是一半的 这一飞气 没人能气出这味来 万岁爷 此次和奸之行极为疑惑 原以为一切可如前同心而行事 不想来此数日 一事无成 一事不知 想不若回宫 不是因为李小姐之事而弃 奴婢尚不是那种不知李术的人 实在觉得无所作为 我们走了 贵安 一飞小桃红法印 都走了 把朕一个人给撂着了 法印 在 等等 朱子 法印 咱们就这么回去 岂不是真的白出了一趟 朱子 您后悔了吧 那倒没有 再说 估计他也起来了 条子也读过了 后悔也没用了 朱子 您还是后悔了 不说这些了 去三得子家怎么走 朱子 你又改主意了 咱们不能白出宫一趟吧 咱们去三得子家看看 要真有什么事呢 咱们也能为万岁爷分点忧 就怕到时候忧分不成 倒分出些愁来 法印 让你去你就去 您怎么也学会说风凉话了 行了 我错了 不过去三得子家 咱们得掉头往回走 有多远 大约半天的路 法印 我这可不是后悔